第三節向左網的節目時間 正直說回民主黨之前 長毛信箱裏有一位忠實勇等 繼續給問題考驗一下我們 長毛先讀一讀 這位是吳先生 一直都是他寫來的 到底是否真是一個人 我都很奇怪 一個人是坦白 五區公投迫使泛民衛普選做點事 就是搞出一個普選聯 現在民主黨投政改方案發表 導致堅定民主路向的鄭家傅退黨 其實他不退黨的黨員只是內心掙扎 因為這個黨對他們很有感情 他們黨內的情況 也是忠於這個黨的選民的反映 我相信沒有長毛先生 泛民懶得去思考爭取民主的方法 對長毛先生來說 這是一個洩機 未必是壞事 何必終日恆鐵不成幹呢 既然民主黨已死 應該有其他政黨吸取他的養分 即使沒有 這條絲遲早也會流失他的養分 不過若要吸納他的女性家長選民 長毛先生又必要改善一下形象 又是政策分 因為大部分女性家長都接受不了 立法者向任何人投責物件 涉反 大部分女性家長都接受不了 立法者粗言畏語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請問兩位對有人提出取消區議會委任制有何行法 倒是感謝 漸入街景 我對區議會委任制早已過了期 應該沒有 如果你問我 為何會有區議會委任制 就是當年董建華為了要討好地方的勢力 又或者其實就是一種分扁的手段 才恢復區議會委任的議席 當然有人會說 那些被委任的議員 議員來說其實是有一定的貢獻 又或者有專業能力 但是起碼我會覺得 是不是正如所說 委任那些一定是有專業財能 或者有專業貢獻 這個其實也未必 起碼見到我的區域來說 很明顯 譬如最近說我的區域已經很多年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私人屋苑 公共屋苑 但都沒有一個自己的圖書館 現在政府大發慈悲壞有圖書館 那些人就扑到去 就說是我積極爭取的 所以是不是因為那些專業意見 專業人士的貢獻 令到我的區有圖書館 我以為絕對不是 委任制當然是一個倒退 因為港警政府在離開之前 已經覺得在80年代推出的三級議會代議制 已經完成歷史任務 因為他要離開了 所以他就不怕廢除委任制之後 這個區議會對他的制衡 所以他就說不如讓你們全部選 不委任 董建華上來之後 實行委任制有兩位 第一個就是要穩定 他們對委任區議會的控制 因為如果全部選的時候 在當年1994年的選舉結果 是對保皇黨不利的 因為有直通車 到1999年 1999年他們要翻身後排 所以就是整了20%的委任制 就是等到保皇黨可以通過委任制 是拿到議會的多數操控住 第二個當然是囚容 大家不要忘記 今天搞成這樣 就是所謂有些人怨 沒有機會被那些所謂政黨的新秀 在1999年取消了兩個市政局 所以取消了兩個市政局之後 當日為了利誘和說服香港人 就說沒有了這兩個駕藏碟屋的 市政局是不重要的 因為市政局也是全部選的 我們不要討論市政局怎樣 當時說服市民和爭取票數 在立法會有票供過的時候 就向政黨大賣高約 就是說我們兩個市政局取消了之後 所有的東西會被交給區議會的逐步逐步 令到大家的地方行政是否更加好 大家不會沒有委出 或者沒有以前的權力 當然大家都知道 這是沒有發生的事 其實吳先生也有幾次來信 其實很大程度上 長毛先生本身 其實女性和家長選民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票員 要改善形象 我想吳先生為了這麼說 其實現在有60個議員 自己有70個議員 其實不同議員也有自己本身獨特形象 譬如說長毛一向都是披著一身長化 其實我覺得吳先生說未必沒有道理 沒有理由多給自己麻煩 例如有人說你不扔我就會投你一票 但我覺得深層分析下去 不是投不投責物件的問題 亦不是說非議會議員 我首先說吳先生 我們在議會說的話 不是粗言為語 而非議會議員 這就是連親六成都戒定了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說過 性器官或性動作等 如果我們說俗語 來表達我們的意見 或者訂東西 當然在傳統的文化裏面 覺得這樣做是不行的 我承認 但如果那些人覺得這件事 是比議員的政治立場重要 就非常嚴重 坦白說很簡單 如果這樣做一個區隔的時候 立法會裏面最少有56個人是不扔的 那他們又怎麽再選呢 所以我會接受吳先生的說法 就是沒有必要做多些事給自己 但其實最後來說 一個反對黨反對派 在議會裏面 應不應該利用議會作為平台 繼續抗爭 以議會裏的抗爭和議會外的抗爭的結合 大部份的女性不看這個節目 不是因為我在這裏說出來 而她覺得我說的話不好聽 是嗎 是 為什麼有人這麼生氣 劉慧卿 不是劉慧卿說髒話 是劉慧卿說了一些說話 不應該有誠信的人說 就是這麼簡單 劉慧卿是絕對不說髒話 他譴責人說髒話 那為何劉慧卿今天會被這麼多人在這裏 說他不應該呢 所以在議會裏面做甚麼 其實是根據當時的情況 時勢去做的一個戰術或策略調整 如果用大眾的語言去說話 都接受不了 麻煩各位大部份女性和家長 就不要讓小朋友出去出街 不要讓他們看這個無線的劇集 不要讓他們看這個公心計 你是否很喜歡公心計的人 一坐下就害人 是否喜歡那些人不開心 或者少許會殺人 會陷害人 其實對於大家看到的 一些聽不慣的非議會語言俗語 覺得心痛苦絕 那為何大家又圍著飯桌 在這裏一邊吃一邊看公心計 或者其他那些無念的 我們不要幫某電視台做 很簡單 那些大部份女性和家長 都覺得這個現實是對的 他用它說一份 還可能在很多日常的生活裏面 是用這一種的 語言 去處理問題 他自己的行為也是這樣 凡事都是想著 與如我詐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不是為我自己編故 但如果大家覺得要有反思 我想問大家 你們這麼不喜歡的通俗文化 和大宗傳播文化 你又當是好吃的東西 我現在經常見到 頭條新聞 有些人是排隊去拿 有些人是拿來買 有些人是拿去看 有甚麼好看 我又看不到 有甚麼好看 他也是吃些排泄物 在腸胃裏面 你真是益益多 他在腸胃裏面 會勝於勝負你 這節時間 裏面已經說要圈了 這節時間到此 下節我們再見